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会有这样的规格 可是难道我们不应该同步提升吗 两个在同一个现场 他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规格 是因为他有害怕 有担忧 有隐忧 两个在同一个现场 他有隐忧我们不该有隐忧吗 如果今天真的有所谓的恐怖分子 针对克林顿 两个在同一个现场 你觉得我们该不该有同步的作为 不 委员我们基本上 就是说我们从我们的情报资料里面 显示那个是一个 这个安全顾虑比较少的地区 我们并没有发现有一些什么特殊的状态 所以我们也没听到 局长我不能同意这句话 因为全世界所有的这个灾难 之前的情报显示工作都是没有问题的 都是常态的 都是正常的 就还是事情发生了 911 当然我们不 我们相信在台湾 在台海 目前来讲没有像美国本土 或像中东这么紧张 我们也不希望有一天到来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老百姓在看 总统的为安 我们平常都在做常态化 而且我也非常非常这个 我们这个文副指挥官也好 特行中心也好 同仁都很辛苦 我们都很肯定 预算呢我们也希望继续来给予支持 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还是要有应变的作为 所应变作为就是说 对方已经在如临大敌了 尽管大家 我们都认为这如临大敌是routine的做法 可是我们觉得他们在如临大敌 我们不能当伦没事一样 他们从地下室上 我们从正门走 我这样讲好不好 如果今天恐慌之聊 找克林顿麻烦 找美国当局的麻烦的话 他会把世贸中心的这个整个场子 当做他们的target 那我们的人昨天有多少人在 我们总统另一个场合 我们事前在探康 我们老早已经去做了 我们并没有减少 我相信你们没有减少 因为你们常态化就是都会做 这我相信 可是我还是一个强调 我不希望老百姓看到电视也好 在现场也好 看到想说哇 怎么差这么多 怎么都没有同步的作为 我们不期望说我们会提升到 立刻跟美国现任元首 在全世界访问的这个层级 可是在我们自己国家 我们要警觉性 好不好 这个警觉性我希望可以提升 特别是针对对方 已经在提升的时候呢 我们要同步的因应 不要到时候真的意外事件发生的时候 对方在应变 我们还想说常态化常态化 因为我们或许我们从来没有碰过 这样的状况 这种国际恐怖分子的这种奇迹的状况 没有发生 好不好 所以我们不能觉得说没有发生 就表示不会在台北发生 因为他们就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他们在全世界演讲的时候 到台北来 我们要把它当作国际事件来处理 不能用常态化来看 好不好 局长这一点 我想我们既然提到了 不管是这个我们基层的好朋友 或是媒体的朋友 有这样的想法的话 我们就希望说有一些比较flashable的 一些做法好不好 谢谢指导 是 我们这次看到预算 我看到你在第13任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的维安任务 这个预算 我把第11任第12任 就是2004年跟2008年这个预算 拿出来看 2004年 你总共编了两亿元 来做总统大选的维安 到2008年你减少了 大概有1亿5600万 到了明年 明年 明年 2012年 2012年的这总统大选 你编的只剩下 1亿3千万 你认为是过去编太多了 所以现在没有必要编这么多 还是我们的维安的层级 可以不断不断的 往下修正 老委员是这样子的 这个总统大选的维安 我们是要根据这个参审的人数 那2000年的时候 因为它有五组 当然它就相对会提高 那这一次我们是估算 大概就是有三组 然后我们就用这个三组 来做一个估算 大概是用这样子来估的 那我们也知道 各位委员你也知道 这个预算在我们提出来的时候 去年我们的经济也不是算很好 所以基本上我们就要量力而为 只要这个安全是不能够打折扣的 但是只要能够满足我们安全的需求 我们就尽量的这个 所以不会因为预算的少 别人就品质就打折扣 应该不会 绝对不会 那如果到时候呢 又有不止两组人出来怎么办 那我们就 因为我们现在估算 也不能用这样子估算 我们如果再多 我们就向行政界先请一杯金 OK 好 那我希望这一点还是要 加紧来演练 谢谢 好 我们现在刚刚有很多委员都提到 大陆对台的这个情报工作 是 我们现在 在台湾我们做情报工作 国安局 我想各方面的这个资料搜寻很完备 大陆对台的情报工作 是哪个单位在负责 基本上是我们在 我们在统合 这个 大陆对台 大陆对台很多了 大陆国安部也是啊 嗯 那个总舱二部也是啊 嗯 他的他的那个情报单位很多 最主要的呢 就是国安部跟总舱二部 只有这两个 对 主要的 对 但其他很多 对 他们的成绩在各个省都有 还是 有有有 所以他们的规模比我们大很多 大很多 预算 我们不了解他的预算有多少 嗯 但是他要维持那么大的跟运作的体系 那一定比我们都太多了 好 那提到海外呢 海外我们的工作的人员的这个配置 总共有多少人 多少经费 委员 对不起 这个我想并不合适 在这个公开场合 你如果要知道我实际下可以给你报告 好 那针对我们刚刚有人提到媒体的部分呢 媒体的部分我们这边是怎么样应对 还是媒体部分我们完全不管不到 就算对方想要去由媒体来渗透的话 我们 这个我们其实 这个趋势我们老早已经掌握了 嗯嗯嗯 我们也把它提供给政府的相关单位跟高层 他们也都了解这个状态 但是你也知道 国安局基本上他没有 他没有这个法可以去执行 我们要把这个资料提供给别家 入委会啦 NCC啊 那你也知道 现在要去追查这些实际的 这个这个行为困难度是相当高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可能是他提供的 但是你要去 因为现在 如果你没有办法拿到那个法律 没有最早证据 你事实上你也很难去处理它 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整体面临的一个困难 就说我们没有办法 那么明确 因为现在这个资金已经国际化了 你一直说编办法很明确的话 那我们编预算干什么 我们编预算就希望你说的很明确 我们现在 我们通过你们的预算 就是希望你们做的很明确 就我们通过预算 你又说做不了明确 但是我们预算编不够 还是我们通过的不多 不是啊 委员我跟你报告了 国安局基本上他需要这些预算去搜情啦 那搜情 基本上搜情的资料可不可以当做证据 事实上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东西啦 因为你是情报资料 你不是犯罪资料 你知道 所以我们我们是是尽量的能够把这些 这些证据提供给相关单位 但相关单位采不采行 它是一个犯罪的证据 这可能不是国安局可以主导的 好我的意思就是说 国内你要做勤收 在国外 海外 要做勤收 因为讲到媒体的话 我的情资告诉我 我也可以透露给你 在美国洛杉矶 这个华视台视中视过去成立的 所谓的这国际影视公司 现在已经被大陆当局给收购走 他们一方面播大三台的节目 第二方面呢 他们也在播大陆的节目 而当地华人是几十年来 长期收看这个媒体 所提播的这样一个节目 所以他们也没有从海外 继续来做媒体的这个渲透的工作 希望国安局要掌握这方面的情资 不单单是国内 海外也要了解 这方面希望你多加测试 会会会 谢谢 谢谢 问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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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poem